在马来西亚 至少有20种草药已经走进实验室 用高端科技萃取研究其保健特性 科研领域开始认同草药强大的保健功效 而在民间也有一个草药狂热研究分子 为了一种草药盖了一整栋的研究室 1964年 那是一位航海家 叫做John Evelyn 在来到东南亚的时候 他就看到本地的鸡民 用这个葫芦汁来医疗 一些他们西方医学上面不能医治的一些病症 所以他是觉得很好奇 然后就跟土著药了 带回去他们那边 然后就记载在他的那一个字迹里面 那意思是说 马来西亚要用这个葫芦汁的药用历史 其实已经超过400多年了 这些都是从森林里面所收集上来的一些物物 原来它原本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边就是它的金河 所以下面的这个部分长在泥土里面的部分 我们叫金河 然后它会长出饼和帽 哦 好像一个雨伞这样子拿着 我小时候家里有的就是这么一粒的金河 然后妈妈就把它放在药箱里面 然后当我们有家里有人不舒服 就拿出来磨 怎么磨 就是说在那个粗糙的表面 就是粗糙的淘气上面磨 磨一串粉状 然后就沉水喝下去 陈春生博士原本是大马农业研究发展局的一名研究员 他一直相信 草药的发展跟科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我为什么会去研发这个葫芦汁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首相 Dr.马哈迪医生 我在2002年参加一个生物科技大会的时候 马哈迪医生是我们的开幕嘉宾 他就在开幕池里面提到说 他本身有磕瘦的问题 然后在身为医生的他 不然竟然在西药界里面找不到药 来医治他的这一个哮喘的问题 那到最后是因为中医师的介绍之下 然后他就把吃了这个葫芦汁 然后就把它给医好了 所以你的整个研究的开始 其实就是跟马哈迪 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咳嗽的问题 然后点发了你 说不定跟他的长寿 跟当时候尝试过这个葫芦汁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可能长寿的秘诀就藏在这个葫芦汁里面 葫芦汁能够治疗哮喘 咳嗽以及增强免疫力 早在70年代就已经备受华人社会的认同 他也是马来同胞强废保健的传统药物 只是有这么强大药效的草药 却一直不能普及 是因为他的生长条件非常苛刻 只生长在赤道羽林里 每次只长一株 而且方圆五里内绝对找不到第二颗了 幸好科技带来了希望 陈春生博士获得财政部科技基金的资助 在森林里找到了野生葫芦汁之后 透过生物科技成功培植 为国家留住了这珍贵的真菌类草药 这种新鲜的葫芦汁是可以吃的吗 还是一定要干的时候才可以吃 当然在做成制成品 当然要烘干会比较容易做保存 当然新鲜的葫芦汁的进盒里面的成分 是可以直接吃的 是没有问题的 它没苦 跟其他的真菌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葫芦汁没有苦味 它其实没有特别的味道 但是一点点的有点像起司的口感 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呢 它就有一点整个会松掉的 然后好像淀粉一样 然后散播在你的嘴巴里面 我这样子吃鲜的 对于我这种可能有喉咙痛啊 那种抗菌的功效 还是有功效的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 第一呢就是消炎 也就是说当我们细胞发炎的时候呢 它能够修复发炎的细胞 然后进入正常化 那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抵抗力就会增强 就会比较健康 所以其实葫芦汁 它是有一种细胞修复的功能 它主要是在修复那一些发炎的细胞 尤其是肺部的 整个肺部的发炎的功能 明白 所以它为什么能够 对于那一些长期克瘦 它主要就是强化你的肺过后 你能够把肮脏的东西克瘦 克掉 那你就不用克瘦了 原来如此 虽然野生葫芦汁非常珍贵 但是人工培植却能够控制成长 在葫芦汁的精华达到最饱满时 也就是菌帽长出之前就收割 这就能收获最好的营养 科技把传统草药推向了现代化的保健高峰 这一个就是葫芦汁的成长过程 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那就是我们刚刚把那个浸丝给放进去 那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长满 你可以看到它长满整个精丝 你看从饭然后上面已经开始长出白白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大概是三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它开始 就是有那个 主要是长满的时候有精丝 然后它就开始就 菌核已经开始形成了 一块一块了 对 然后你就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几个月 大概是四个月 四个月 然后它就长出了一些菌核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六个月的情况 你会看到它已经长满了所有的菌核 它就发芽了 就整个发出来了 草药采集天地间灵气 吸收日月精华 是大自然的精神之一 有些人看见了 愿意用一生去发觉 去了解 把累积的草药保健知识传扬出去 有些人则让草药插上科技的翅膀 逃过了灭绝 而变得更加普及 是草药师的一颗匠心 和科研人员的探究精神 我们才能在疾病肆虐传播的年代里 保全一生